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呀 今集《超能試者》很高興 終於有一個自己期待了很久的角色 這次也頗盡 要放得開才能做得到 這次本來這套劇監製都給我們很多不同演員發揮 因為我們都合作過很多套劇 我們密契很舊 但怎樣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火花和新鮮感呢 除了我之外 山聰也是 這些鄉下畫 我覺得這次我們有這麼多個角色 都走出來了 那種性格 想不到當我們放在一起的時候 原來那個火花是真的挺好的 而且觀眾真的沒見過 對 觀眾沒見過 即是我們演員的角色比較多 你又好像很度縮 吵那種好像很衰格 然後我又突然很正直 很傻仔 然後施永又很巴勒 然後又剪排 然後 Tiffany又拋開她 因為她本身很乖乖女的形象 乖乖女的形象 所以這次全國把我們所有的性格都反轉 觀眾都看得開心 這是多謝你們的支持 是呀 贊助我負責動作 是呀 基本上這25集由頭到尾都是我打的 因為沒辦法 因為角色上我已經是痛皮鐵骨了 所以打氣也是我來 她負責動一下手就行嗎 是呀 搞笑 我們停頓一下 開心一下 最重要是觀眾看得開心 是呀 自己都很期待這類型的角色 可以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現在出街都要5集 剛剛才開始而已 接下來還有25集 所以未看過朋友可以快點看看 每一集都很緊張刺激 而且節奏比較明快 而且比較開心 即是不會怎樣拖 所以我想觀眾其實 除了搞笑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戲 真是有笑有淚 是 嘩 你看那兩個小朋友的戲 即是我們身為做了父母 真是看到真是眼濕濕 真是眼濕濕 即是好像晴晴說 我很想念媽媽 嘩 這句說話 我老婆馬上哭 當然啦 因為尤其是在這兩三年 即是很多時候都要隔離 是呀 即是小朋友經常和父母的關係 就是你經常在身邊是不覺得的 有整個星期你沒有見 你就覺得是要顧著她 是 都會 很想撒一下她 好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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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人